現在蠻常見的飲料也都有推出 含有膳食纖維配方的品項 但是這種飲料就也需要特別去注意 大家好!我是鱸鱸鱸鱸 不知道大家過年期間有沒有吃飽睡好 打拍呱呱樂八八才人呢? 那小編上次有介紹到大家過年的猜測 小編真的還是忍不住 暴飲暴死了 那暴飲暴死隨著而來的是身體不舒服之外 還有就是一些 便秘啊 還有體重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決定再次請到尹軒營養師 來幫我們回答這些年後廣大女性遇到的問題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尹軒營養師 尹軒營養師 每次我過年吃這麼多 我不是拉肚子就便秘欸 為什麼 海邊有很多的型態嘛 上揚綿綿那種 帶到就是有條狀 但是上面有裂痕 然後跟正常條狀的糞便 帶到已經不成形拉肚子那樣子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跟你的纖維 還有水分有關係 那我們先講纖維的部分 纖維有分成水溶性纖維跟非水溶性纖維嘛 那水溶性纖維顧敏思議就是它可以溶於水 所以它可以把水分帶到糞便裡面 讓我們的糞便是保持濕潤的 而不會有便秘的問題 那非水溶性纖維它就是 沒有辦法被身體吸收 它主要的功用就是 刺激我們的腸道蠕動啊 跟增加糞便的體積 那水分就像是我們剛剛水溶性纖維說到的 為了要讓我們的 所以才可以避免一些便秘的問題發生 那反之 如果今天腸道我們有受到一些刺激啊 或者是一些 細菌之長 腸道想把那些東西拍出去嘛 所以腸道會分泌很多液體 這樣水分太多的話就可能會是 拉肚子的狀況 喔 我要怎麼知道我的腺尾夠不夠 然後我要怎麼攝取啊 水溶性纖維跟非水溶性纖維 都是膳食纖維的一種 那我們一天建議說 總共要吃到至少 25克到35克 那我們以食物來舉例好了 非水溶性纖維的像是 糙米啊 水果啊 蔬菜這種咬得到的都算 水溶性纖維就像是 我們水果裡面的 果膠啊 或者是現在蠻常見的飲料 火力比非多或是可口可樂 其實他們也都有推出 含有膳食纖維配方的品項 但是這種飲料就也需要 特別去注意它的含糖量 才不會你為了要攝取膳食纖維 但是吃進去更多的糖 可是那如果我膳食纖維 攝取不夠啊 我靠保健食品去補充 我今天水分也喝夠了 我這樣就一定可以排便睡唱嗎 它是多少可以幫你補充一些纖維 但是主要還是要看 你自己原本的飲食跟運動的狀況 而且腸道本來就會蠕動了 所以儘管你今天 水分充足膳食纖維也吃得夠了 但是你可能會因為一些生理的狀況啊 或者是今天壓力比較大 腸道乳酪的狀況就比較沒有那麼好 也是有可能會讓你繼續點名這樣 原來排便的選問這麼大 我真的以為排便順了 我的體重也可以變輕盈了呢 你這樣講其實也可以啦 因為畢竟我們如果排便順暢了 就可以減掉一些素便的重量 但是過年吃進去 那個熱量還是已經吃進去了 除了現在要有一些償還熱量的部分 也要盡量趕快搭配運動啊 讓我們的生活啊 這些都回到正規 雖然我很不想要運動 但看起來勢必還是得 運動搭配飲食的調整 才能讓我們回到 年前輕盈的身材 那今天謝謝影訓養師 為我們回答這些問題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的問題 歡迎視訊我們純煉粉專 小便會收集大家的資訊後 再來一起詢問影訓養師哦 大家再見 掰掰